好奇的地方 我们之前没有沟通的地方 你好奇的地方 并不是说我有答案 我故意不告诉谁 对吧 那我们之间就是 也尽力了不知不觉 走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这次来也是 挺关心过贺 如果他再找另外一半的标准 我还希望他能 也完全接受张贺 有一些细节的部分 你们可能没有在意 但是在旁人眼中看来 好有默契 这是年轻霞那种靠边的头 他睁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是个单眼屁 应该是内霜 但其实他是内霜 这不还是我那种 这个太像了 这应该是过客 那也是很像我觉得 真没想到 咱们顶西红少见了吗 挂着这个 是吧 相爱出发 把眼泪 收集成 手里的粘住 带上支柱 为我预寒 听好 我说你千万点之网 传统 你千万不得了 对我心求是要 你千万不得了 你的霜 白方地久天长 听不清 变化不大 结果了 现在应该属于就是 换了一个方式相处 我对她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 割舍不掉的 我觉得这十年 我也付出了很多 虽然是这么一个好的结果 对我来说打击也很大 我也并不想这么做结束 但她就是结束了 其实就刚才那个问题 我也挺好奇的 你刚才突然说什么 又有什么来见的感觉 我当然很诧异 怎么突然又这层面的事了呢 我自己的感觉吧 你不用有共鸣 所以说我俩永远 其实对 对就不在一个频道 那我最真实的感受 我不能说对方感受不到 对吧 我就不说了 我就是觉得我感受到什么了 我就说什么 那咱俩之前有说说些问题 怎么就说不下去呢 你觉得现在摆着这些有意思吗 不是 现在不是在摆着这个事 而是我们这次旅行 然后我们十年 我是有些问题 我是有些好奇的地方 我们之前没有沟通的地方 你好奇的地方 并不是说我有答案 我故意不告诉谁 对吧 那我们之间就是 也尽力了不知不觉 走成今天这个样子啊 但非谁要是有能力 或说谁要知道的答案 或者是方向是什么 怎么可能会分开呢 不过我其实特好景 我这十年你到底对我 你觉得我招劳是什么样一人 我觉得你人很正直 而且很直接 很诚实 不说谎 然后性子有时候有点急躁 很有责任 对家 那咱俩怎么就 根本的问题 就像今天咱们说的这个 你想听的 我说不出来 我想说的 你又不肯听 两个人在一起干嘛呢 不就是这个事吗 你那天 李明老师不是问你吗 说那有些话 你干嘛不跟他说呢 你说了一句 说了也没有用 我说了有用吗 我自己的语言逻辑 也许组织能力 那你是觉得咱们过那十年 是你觉得我是 不足以理解你说的东西 还是我笨呢 还是我不足以优秀啊 还是什么情况 我其实挺好奇的呀 因为你这么说 我说实话 你是真的好奇呀 我是真的好奇 那你为什么 离婚之前不多问清楚啊 咱没有沟通呀 咱俩之前谁跟谁说话呀 离婚那会儿咱俩也没聊过咱俩的问题 所以说我今天有这么一个奇迹 我就想问一问 我真的也挺想知道的 包括我刚才在那 咱六个人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咱俩在一块 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你不高兴 你有时候跟你朋友在一块 你特别高兴 我也没有不高兴 我就是不 反正不是一个状态吧 我不是那么 你们 我有的甚至有的朋友 比如说不熟的话 我更不说话 我也没有不礼貌啊 或者是怎么着不懂事啊 那这就是我 我一直就是这样 有可能你想要的妻子的样子 就不是我这样的 那你不能把我硬掰成那样 我没有意思 对 我认同你肯定没有这个想法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这十年了 但时间也不短了吗 往前看 不要往后看 嗯 嗯